大家好,我是刘洋英语的Arena老师 欢迎大家收看本周刘洋PTE的基金预测 本次PTE的真题预测有效期将会从6月12号周五到下周四,6月18号 我们的真题预测会每周四保持更新 这次的更新一共包含了有八个部分 其中重灾区就在口语身上 所有的口语题都在新增考题 这也已经是口语大批加题的第二周了 另外一个持续有新题加入的部分就在Reform Dictation身上 好,稍后我们都会具体的来看一看 先看口语当中更新的第一个部分 ReadAlla RA一共更新有五个新题 还有另外三个老题重现 这些拿出来考的新题和老题 并成了一贯RA的考点 叫做长句和长句 不管你什么时候去考试 长句的考点是一定会碰到 一定会出现的 这样的长句有可能是在你的基金当中 也有可能是新题 所以一定要注意长句的处理方式 尤其是碰到了新题如何去应变 好,另外 在这个新增的老题当中出现了有一个生词 这个生词其实是你的高频考词 高频词汇 这个词叫hemispies 叫半球 好,它考在哪里过呢 一个考在了口语题 answered question当中 它问你 赤道把地球分成了几个半球呢 你的回答是两个 to答完就可以了 好,另外一个 考在了你阅读的FID fill in the blanks当中 有一道考题的名字叫做darkness 在这个阅读题当中 考你的叫做northern hemisphere 什么意思 叫北半球 另外 这个词还考在了你阅读的RO排系题当中 RO里面有一个题目叫jet stream 当中考了也叫做northern hemisphere 北半球 一样的陈述方式 以及最后一个还考在了写作的SWT 小作文当中 有一道题目叫visualization skill 里面就考了你一个叫brain hemisphere 叫脑半球 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在你的PTE当中hemisphere 是常见的一个词汇 那么常见于两种表达 一种叫做南北半球的说法 北半球叫做northern hemisphere 那南半球叫什么呢 叫southern hemisphere 南半球 另外一个常考的意思 就叫做脑半球 brain hemisphere 就比如这道题目考的也是脑半球 好,下一个新增的部分 是口语当中的repeat sentence 复述句子题 它也一直在连续的新增考题 这一次一共新增了有七个新题 还有另外六个都是老题重现 而这次的更新相比于前几周 不太一样了 这次的更新以长距为主 这次更新的题目当中 十个词是最少的 近期考试 大部分同学 这道考题只有命中三道原题而已 这个考题也是出了名的 基金的命中率 还有回报率 都非常低的一道考题 考试的时候 十到十二个考题 你一定会碰到新题 并且大部分 绝大部分 全部都是新题 所以这道考题一定要注意以练习为主 而不是依赖去背基金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DI还是口语题 叫描述图片 这个题目当中 一共只有这么一个是老题重现 剩下新增的全部都是新题 说这些是新题 实际上它是好几年以前 官方就出的练习题当中来的 DI近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考试趋势 它在大量的去挖一些老题 卷土重来 重新考 好 这些更新的题目当中 两个比较难讲的 一个流程图 一个图片题 将会在下周一 6月15号新开的口语班当中 我会在课上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下一个口语有新增的题目 是Retal Lecture RL复数文章题 里边有六个都是老题重现 这六个题当中 有两个是视频题 还有两个是图片题 那么这些题目当中 视频信息有没有用处 图片可不可以照读 都已经在基金当中给大家标明了 好 下一个新增的部分 是阅读的Felina Blanks 拖拽和下拉题 它们俩都有少量的新增 这道题目也一样 它是基金的命中率 还有回报率 都相当低的一个题 换句话说 你考试一定会碰到新题 所以在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要光去背这些空 因为考试的时候 即使是原题 它也有可能会换空 所以在用基金做题的时候 更要知道的是 为什么我会选到这个空 并且这个空 到底考了什么样的考点 是进一次的辩析 还是考了词组的搭配 还是考察了语法 最后要记得 把文章做一次理解 所以平常在用基金练习的时候 培养的就是 对新题的反应能力 还有精准度 好 最后一个有新增的部分 是听力当中的 Refend Dictation WFD 这次的更新 新题比老题来得还要多 这次更新的新题当中 以7个词到13个词为主 而不管是新题还是老题 所有本次的更新 都是中长句为多 这些中长句 大约9到10个词的句子 考的是最多的 好 另外 WFD晋级考试 有个很明显的趋势 就是很可能会碰到一道新题 这个新题还有可能语速非常的快 或者讲话声音很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用心的去听 好了 最后我们每周 基金预测的完整版 都会发布在 刘洋英语的公众号当中 扫这里 关注就可以了 同时我们的公众号 还会发布教研测评 PT小课堂 还有独家的听力音频 好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是刘洋英语的 Arena老师 我们下周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洋英语的 字幕志愿者 杨洋英语的